大家排队进入地下道 但接下来这位同学个头太高 小货车没注意到高度限制 一头撞上限高标示 只见小货车卡在路口动弹不得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小货车卡在限高标示下 车头扭曲变形 保险杆车头挡风玻璃通通碎裂 地上还留下油渍痕迹 这起事故发生在13号下午5点多 中央北路贵子坑西地下道 64年次的货车驾驶 因为不熟悉路况 照着导航路线行驶 不料却没注意到高度限制 直接撞上标示牌 还一度造成交通回堵 货车驾驶身上多处擦伤 公司的车也坏了 恐怕还得吃上罚单 记者综合报导